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钟世芳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耶 你知道通常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请来宾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可是在你做自我介绍前 我就当然我也预先准备一下 就是查很多过去不同的作品 还有经历等等 哇,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定义 还是这是个坏习惯 去把人贴标签这个事情 假设要抬头来介绍一个人 当然这是一较困难的事情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自己 其实自我介绍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倒是没有想过 要怎么样快速地介绍自己 因为到后来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然后也觉得自己有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会 如果视觉化的话 我会觉得我在每一个事情里面 我就是在一个边界的人 所以可能用边界的人来说吧 不管在学校 在做音乐的时候 在做影像 做任何创作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处在边界的人 可是处在边界是不是同时意味着 你可以汲取到各方不同的视角 然后合而为一 对,我也喜欢这个边界的视角 因为边界的视角 有时候它可以很开阔 因为你不在中心吗 有时候在中心 你可能你的视线是会很单一的 对,所以我也享受这样子一个边界的视角 讲到边界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旅行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旅行 为什么会有魅力来自于说 我们跨过了某一种无形的边界 就那个国界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其实看得到啦 就是它一直在海关 但是你跨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边的世界怎么一线之隔 好像差了非常非常多 那我觉得大部分有趣的事情 都是发生在这个边界之上 当两个不同的东西碰撞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边界是 特别东西值得玩味这样子 对吧 像四方你过去的旅行经验 也是蛮丰富的对不对 对,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当然是都会向往旅行嘛 喜欢旅行 也会想办法去旅行 那后来的旅行 都跟工作比较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那个目的地 不是特别轻松的 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或是某一个向往的地方 但是就会是有重量的 或是有责任 或是有一个目标的旅行 现在大部分的旅行 是这样子的旅行 OK 就是已经很久无法 那种很chill的 放下一切到一个地方去 对,可是反过来说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向往的旅行好了 其实我觉得旅行 通常它不见得都是很chill 就是包括度假好了 其实比如说像跨越边界 这一件事情 它就很少人会 把一个旅行的路程 放在边界 其实跨越边界是很困难的 我们现在要通过任何的海关 都是不容易的 对 然后但是我们通常会 不会把这个旅程 或是这个经验 放在一个 我们不会把它书写在 自己的旅行的路上 好像比较少人谈这个 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 所谓的度假式的旅行 可是每一个度假 如果只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它都要跨越边界 对 然后它都会有一些限制 那些限制 在今天的时局来说 是越来越大的限制 然后有很多的检查 所以我就觉得 我有时候在想说 到底有没有真的旅行 可能那个所谓的chill 也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对不对 确实 就是当你进行一个 很chill的度假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跨越了你 可能日常生活 跟你这个旅途 中间的一个无形的边界吧 在新境上跨越那个边界之后 进入一个 另外一个境界 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 近期的旅行都跟工作 比较有关系 那是有怎样的关系 开始做音乐 那当然很多人会定义 我早年做的东西 是所谓的世界音乐 然后也因为 要把音乐推广出去嘛 所以有很多时候 就是会在 早年的工作 会在不同的 国际的音乐节里面 然后或是一些 国际的音乐展演的空间里面 从空间到空间 或音乐节到音乐节 这是比较早年的工作 那后来又进入到像拍纪录片 然后或是说 开始做自己的一些音乐计划 或是跨界的计划 那有很多时候就是要 跟移动 要跟艺术 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跟其他的艺术家一起工作 对 所以后来的工作 很多的移动 可能包含田野 包含合作 包含演调 你刚提到纪录片啊 因为我在看了你过去 很多作品之后啊 好像你对于移动这个事情 好像特别的关注 也算是情有独钟吧 就很多主题 围绕在这个上面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对于移动 这个事情特别有感 我做的第一个音乐节 在2001年开始 开创的这个音乐节 叫流浪之歌音乐节 其实我是先有那个英文的 音乐节的名字 叫Migration Music Festival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想从Migration出发 然后那个时候 我对于Migration这个议题 当然是从音乐开启的 就音乐里面的融合 经过前席以后的融合 可是后来慢慢我就在 除了音乐的结果之外 慢慢开始溯源 就是每一个族群 或是每一个乐种 它背后融合的背景 那不管是可能政治的 社会的 或是历史的条件等等 就开始越来越有兴趣 这样子的去追索这些线索 好像这个议题 我觉得我自己永远不会厌倦 然后从阅读上面 然后再旅行的时候 挖掘故事 或是跟别人做访谈 不会厌倦 然后我就在想说 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就去追索 但是或是回想 跟我自己的成长经验 是不是有关系 然后慢慢我也发现 可能跟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 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母亲 她是从广东的中山 然后到了香港 然后在香港 其实是在49年的前后 本来是从广东中山 要到香港去探亲 去看她的姐姐 然后他们到了香港以后 不久以后就 边界就封锁了 哇 边界又出现了 对 边界就封锁 他们就回不去 其实只是要去探亲而已 对 然后她带着她的母亲 就我外婆 还有她前一个婚姻的孩子 就是去探亲 就再也回不去 就跟她的先生 她的另外一个孩子 就再也见不到面 然后在香港 他们在条锦岭 待了四年 那是一个难民区 很大的难民区 一直到条锦岭大火 他们逃出来 然后就露宿街头 那其实这个故事 那我的父亲 他是从海南岛 就是他们在台湾 后来他们在台湾相遇嘛 我父亲他是从海南岛 然后因为国共内战 然后一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 然后撤退到越南 然后在越南被关进集中营 然后后来被人家营救出来 其实这些故事都是我慢慢在 慢慢跟家里的长辈聊天 然后聊出来 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我们家的饭桌上 常常会出现的字是逃难 从我小时候 然后我跟我姐姐 小时候玩的游戏 是我们两个会打包 然后说我们两个要逃难 看起来包比较快这样 对就是会包一个布 说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因为逃难这个事情 常常在我们家出现 因为我父亲 后来从东南亚到台湾 然后后来 我们有很多父亲这边的亲戚朋友 因为东南亚70年代的局势 一直在变化 所以有很多人 因为这样的局势变化 就所谓的再逃难 跑到台湾来 所以就这些故事 我在想 我现在回想 当然就慢慢地回想 在想这些 也许是让我对移动的故事 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背景吧 所以等于说你的父母亲 他们即使到了台湾 也算是暂时有一个 稍微安稳的落脚处 可是逃难这两个字 或是移动这个概念 在他们的生活中 还是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某种程度上 好像形塑了一下 他们的这个人生路径 这样子 对我相信是的 但是因为 他们在台湾的相遇很晚 所以我跟我的 另外一个姐姐 我们是很晚出生 就是也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父母年纪 就已经比较大了 你常常会听到 长辈在谈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这么地 具体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再加上70年代 我们稍微大一点 然后70年代的时候的 这个整个东南亚的局势 就在我们的家庭的文化里面 就一直提到 比如我们喜欢的一些 来自辽国的长辈 他们在七 我记得辽国 应该是74年的时候 赤华 就会 对所谓的赤华 那就是我方的历史 是说赤华 然后对 那当然我们的这些 所谓华人亲戚 因为他们有资产 他们就要逃到 有些就逃到台湾 有到法国 有到加拿大 我还记得 我父母在等待他们的时候 当时是非常焦急的 这个印象一直在 但是其实我很小 但是那个视觉的印象 我还记得他们在等电报 就是要知道 他们到底上飞机了没有 但是我没有手机 对 所以那一等 就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何年何月这样子 然后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家的周末 就是有很 就是 当然会接济一些 暂时居住在我们家 来自辽国的 亲友 然后 我记得周末 就有非常多辽国的学生 他们都没有家可以去嘛 然后周末爸妈就会让他们来家里吃饭 所以我们家最早 那个时候还很 外面没有什么泰国餐厅 也没有青木瓜 凉拌青木瓜 但是我们家的餐桌上很早就有凉拌青木瓜 你算是这个食物界的先驱 而且而且那个青木瓜是抽彩邻居家还没长好的青木瓜 哇那所以当时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 就是你周遭不管是亲友这些 其实他们在这个大时代下 其实有很多这种移动的经历 可是我猜对他们来说移动可能是比较负面的一件事情 对当然都是一些创伤的经验 这几年间当然国际的局势也变化很多 其实从大概叙利亚内战 或是阿拉伯之村前后 开始就有很多这种难民移动相关的议题 在国际新闻上很常频繁的出现 那我就以台湾的视角来说 会觉得这个还是离我们有点距离 即使是像你成长在一个 算是移动性比较高的一个家庭背景下 但是对你来说那也是小时候的事 我觉得刀份人移动或是难民这件事情 至于大家还是有点距离这样子 但是因为像你这几年来 这几年间在创作历程中 也是很常在各个不同国家移动 那你观察到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是怎么影响 对那因为我后来做的音乐 我跟很多国际的音乐人工作 所以其实可以说我比较 我就说我的中心没有这么在台湾 所以我其实我做的音乐类型 它不是特别主流的 所以我合作的音乐人 有很多是民谣的乐人 然后民谣乐人他们草根性 在地性很强 所以其实我可以有更多的看历史 或是看当下时事的角度 也就是我也不一定是跟随的 台湾的媒体或是主流的媒体 对那刚刚讲到叙利亚的 就是叙利亚最大的难民潮这段时间 其实我自己冲击是很大的 那它不一定是跟我小时候家庭里面描述的事件有关 但是我当时有一些冲击是 那时候我常会听其他地方的podcast 有很多是比较是记录式的podcast 然后记录了这个 我想是二战以后最大的难民潮吧 然后有时候我在 我习惯是散步的时候听一集的这种podcast 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强的罪恶感 就是我在一个很平静的社区散步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经过的公园 小朋友很欢乐的在玩乐 但是我耳朵听到的虽然是远方 但是其实很近 就是这些声音其实是历历在目 然后他们怎么逃离 然后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烽火线 然后怎么样穿越编辑 然后或是这些故事到了德国 当德国接收了非常大批的难民 以后他们要怎么重建 怎么适应 那那个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大的 我会想很多 就包含我现在拥有的到底是不是永远 你刚刚讲到这个德国收纳很多难民 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 像我过去在德国念书的期间 刚好也是难民潮算是蛮高峰期吧 因为不只是叙利亚的难民 当时也那个期间也爆发了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所以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其实也人数不少 那我觉得这几年来 以欧洲政治的这种辩论来说 其实难民议题 本来就一直都是重中之重 所以大家无可回避 也就会讨论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当时在德国的感触 也是蛮强烈的 因为每次讲到移动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想 以个人层级来说 以我自己观察自己的移动 是点对点的是一条线 可是每次想到 这个以这个全球范围的移动来说 它是一个像网络状的东西 我们虽然目的地都在德国 可能都在海德堡 但是大家的来的方式 来的路线 来的起始点其实差很多 就像你父亲和母亲会 最后在那边相遇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路径差很多 那有时候 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也感受到像你 刚刚讲到的这种罪恶感吧 就是我在那边豪城以霞的念书 有一个生活这样子 可是同一时间很多人是颠沛流离 然后一路穿越了重重险阻 然后来到德国 那个情境是差非常多的 回归到旅行这件事情上来说 我觉得很多时候吧 我在旅行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说 哇这个地方真的很棒 我很喜欢这个国家 我想要留在这里生活 那这些国家 他们可能不见得经济 或是物质条件比台湾好 可是我感觉到国家很舒服 我正常留下来 后来发现 哇这个念头其实也是蛮可怕的 是因为我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下 我有一个很完美的退路 然后我说我想要在这边生活 可是多的事人是没有退路的 在移动或是在生活 那我觉得这个对比 就发现其实移动的本质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这样我们毕竟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移动都是我们选择的 不管是因为工作 或是纯粹休息的旅行 都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但是有很多时候 像我想现在 以这个世界的这个难民潮来说 其实他们都是没有选择 我想如果有选择 当然有些人是主动 当然我们也 有些移动也包含 他们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那个追求 其实也是在一种 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的追求 其实讲到这个移动的话题 确实是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最开始讲了 你会定义自己是一个 在边界的人 那我觉得边界这个事情 本身就已经隐喻了空间的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移动的目的是为了跨过边界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它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打破现状 每个人想要打破现状背后的故事都各不相同 那像你最近的创作 我们在此相遇还在水里 像这样这个演出啊 讲述的主题也是跟移动相关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像你当初在创作这个演出的时候 背后的这个 起心动念还有理念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我那时候有在册一个 比较小型的影展 叫当代叙事影展 然后在那里面我也 因为我的选片会从东南亚当然到其他地域的 跟移动相关的议题 或是重访历史的议题 有关的影片 然后那个时候看了很多东西 然后当时非常 整个状态都是 还是在思考 就是说 人类到底要往哪里去 到底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就是 比如说我父母那一代 他们经过了 经过了这样子一个 困难的穿越边界 一些创伤性的移动 然后可能他们 来到了台湾以后 安定了很多年嘛 也有归属感 然后你感觉 好像世界就平静下来 然后感觉 某一种历史要到这边做一个结束 然后你也假想 世界是越来越好 可是当你打开电视看到的 就是比如说叙利亚的这个难民潮 或是现在当然发生的 乌克兰尾巴等等 这些战乱 好像看不到他终止的时候 会有一些悲观 那当然也会希望 如果有机会创作 能不能说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背景 那当然有一个机缘是 当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委托了一个剧场的计划 那因为是客家嘛 那我就觉得 与其一直在回顾客家的符号 或是单逆在一些客家符号 那我们能不能从客家人作为一个 有这样子一个迁徙背景的人 然后但是他应该站在一个最前面的位置 去看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构想 就是把客家的客家人的移动 跟当今世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被迫的移动者的故事连接在一起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少把移动这件事情 就客家人的移动这个事情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标签 就我们想到客家人 我们可能会想到食物语言 可是却很少讲到这个移动的背景 对 或是可能如果回顾历史的话 比较常听到是开垢嘛 开拓 对 但事实上 对啊 那个时候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的时候 确实做这样子的一个构想的提案的时候 也有收到一些意见 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把客家人 跟现在的难民放在一起 你是说这个会有那个 不当类比 对 但是我觉得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客家是一个历经迁徙 历史上的一个族群好了 但其实族群也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名词 那他们应该是最了解 就是他应该是最能够了解移动这个意见 或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这件事 他们最能感受 所以后来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说服 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提案的一些评审 我确实就是很少听到把客家人的移动背景 跟现今国际局势的移动者互相做比较 那你觉得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 你有发现哪些有趣的事情 其实不见得就是只是去类比它 而是其实想的是说 我们能不能可能回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位置 然后看向未来 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种停滞的符号 但是我们如何能让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客家是什么 客家有什么 那这件事情能不能更有机 或是它跟当今的世界可以做什么样的对话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去类比历史 因为每个历史事件 它都有不一样的发生的背景跟条件 对 所以当时的构想是这样 那也回到就是在谈就是客家的离散的时候 除了当然因为我们在台湾嘛 那它一定有一个移动的路线 然后也看或往客家人还往哪些地方移动 所以那时候初步的构想 我们规划了三条田野的路线 那一个是眉线跟台湾的关系 一个是从客家客乡到东南亚 那我们当时选定的是邦加岛 印尼的邦加岛 邦加岛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欧洲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叙利亚 然后当然阿富汗 然后伊朗 其实德国有非常多的伊朗 不同时期的政治难民 这三条路径其实也跟我们选择合作的音乐家有关 所以会以德国 然后有印尼 然后还有台湾的客家 就以他们各自的这个背景去出发 对 就是我们想要我们邀请的音乐家 艺术家或是文学创作者 他们的身份也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机的创作 所以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故事也很重要 哇那所以这一次的演出其实集结了很多那种海内外不同领域 不同专场的一些音乐家创作者 对 从音乐家到文学小说家诗人 对 诗人有台湾的诗人 然后有伊朗的诗人 然后还有印尼的诗人 哇 这么多不同的创作者 大家怎么样一起协作 其实我有点难想象 所以大家怎么样共同产出一个演出 哇 这个工程浩大 第一个是因为千玺这个议题 就是从流浪之歌音乐节 Migration Music Festival 到我很多的计划 到影展 到纪录片 一直都是我 就是我的很多合作计划 或者是个人创作计划的一个主軸 那这些一起工作的音乐家 艺术家有很多 也都是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的工作伙伴 也就是说 对于移动这个议题的关注 就有一群合作已久的音乐家 共同关注 那当我提出这个题目以后 然后再慢慢把它发展出来 然后也按照每个艺术家 他们擅长的说故事的方式 有的是作曲 那有的是契乐可以输出的故事 有的是用它的声音 对 那但是当然这个计划 它也会延伸出新的艺术家进来 就在田园的过程里面 比如我们在田园过程里面 会认识 印尼邦家的历史学者 印尼邦家的文学创作者 然后有越来越多 我们觉得可以一起进来的创作者 让这个计划 按照原本的发展的路径 来长得更完整 这样子 哇 所以在田园调查的这个过程中 居然还可以 等于说有更多人 被吸引到这个计划 来一起共同创作 这样 对 要不是十月是秋天艺术节 要展演的时间到来 我怕这个计划会越长越大 一直有人加入 他就停不下来 对对对 可是像你刚刚提到这个 到不同的地方做田园调查 为了这个创作做准备 那田园调查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 其实因为田园调查的经验的一个累积 是来自纪录片的工作嘛 我的方法上面 我比较不会依赖单一的source 对 那所以我通常到一个地方 除了当然如果有认识的人 这样子的一层一层关系 其实我通常会先 比如说注点在一些地方 是定时活动的空间 比如说刚到邦家的时候会 早上会找到 咕咕店 咕咕店就很重要的一个社交场合 那有好几个时间嘛 比如说很早的时候 华人会在那边 可能某个年龄层的人会在那边 然后再晚一点 可能是印尼的马来族群会在那边 然后傍晚的时候会到杂货店 因为杂货店会有很多人 在那一层两聊天 就是像这样子的田野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会常常会用的方式 觉得会花很多时间 然后定时定点 我想田野应该是没有速成的方法 对对对 那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比较快速的方法是你找人带 找人介绍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方式 你会一个一个认识不一样的人 因为每一个在咖啡店 他有他的社会关系 然后就会那个网络就会越来越 越长越大 对对 你刚讲到这个 如果说有人可以引你进入这个田野的话 当然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但确实这样的话 好像是套了一层滤镜 就是用他的视角来看这个社群 就可能是比较有bias的一个开始 也说不定的 对或是他会把他的观点 就他会先告诉你说 可能这个人你可以不用认识啊 对 无可避免的就会被他影响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在邦家岛 这样田野调查前后是 哇这样花了多久时间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去了两次 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学校教书嘛 所以我待的时间没有办法 真的那么长 所以只能用次数 但是我们本来还要再继续去的时候 就碰到疫情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计划只停在一个前期的展演 那这次很幸运的 我们可以在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 把它完整的做完 哇终于就是 中间有个疫情真空了几年之后又 重新再把它完成这样子 其实历史这么久也 终于要真的演出感觉下来 也是蛮感慨万千的对不对 可是都觉得是 好像永远都做不完 还来不及感慨 就觉得事情都做不完 对 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对 所以现在也觉得 时间已经快到了 这样子 确实快到了 对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很多地方在微调当中 对 还是不只是微调 因为其实作曲的部分 我们在几年前有一个 就是大概的架构也完成了蛮大的比例的作品 可是因为编曲上面我们会有调整 然后还有叙事上面原本的三段故事的最后一段 我们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有新的新的故事发展 就是在这个新的故事发展里面 我们希望加入新的声响性跟新的曲子 对 还有当然还有新的视觉的东西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录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但是 我猜啦 现在大部分的听众 其实脑中还是有点难想象 就是演出现场具体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 长什么样子 对 这个作品叫我们在此相遇 然后冒号还在水里 是 对 我们在此相遇当时的想法是说 这个作品所讲述的这些事件也好 然后透过音乐所传达的关于移动的故事也好 他们是穿越时空在这个现场相遇 所以用我们在此相遇 然后冒号后面的还在水里 是我们这次想要延伸的故事 那还在水里其实是 是指那些 我们通常知道的历史 比如像我的家族的故事 都是 我妈妈 我父亲 他们就是到达了比方嘛 不管中间的路途有多么困难 他们最后是到达了比方 他们存活下来 那不管那个存活是好是坏 但他们活下来 所以故事就 可能传给了我 或是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可是有更多人 其实他终究没有到达 他没有上岸 对 那或是上岸了以后 没有存活下来 所以还在水里是指那些人 尤其是现在地中海 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 就是无以书记的人 其实沉在海里 就是他们试图渡过这个海 但是没有成功 就是海在水里的人 我试着让海在水里的人 跟那些上岸的人做一个 他们一起讲 这一段故事 最后一段故事 所以剧场 对不起 刚刚讲 其实形式上面是 音乐是主体 然后文学 诗 尤其是诗 因为诗有运嘛 诗所带出来的运 他会跟音乐做交互的叙事 诗还有 我们有说书人这样的角色 但说书人其实也是一个诗人 那当然还有影像 影像也是一个重要的 跟音乐交错叙事的 然后还有深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很难单纯去理解 它是一个音乐会 或是一个剧 或是一个 都无法解释 有点难 跟我的边缘一样 在边界上的一场演出 对 我觉得这个蛮好 边界上的一场演出 没错 诶这个一语双关 确实蛮好的 去解释这件事情 对 就是边界上的一场演出 太棒了 谢谢你 我以后就要这样介绍 那它的时间跟地点的话 是在 地点是在 两厅院的实验剧场 然后时间是在 两厅院2024年的 秋天艺术节 其中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在此相遇 还在水里 是从10月11号 到10月13号 一共有四个场次 那11号是晚上七点半 那12号是周六 所以有两个场次 是下午两点半 跟晚上七点半 那13号是礼拜天 所以是下午两点半 其实语言有点难 把那个形式 说得很清楚 但是很期待 大家来两厅院的 实验剧场 跟我们相遇 对 这个相关的介绍页面 我就会放在 这集的资讯栏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 先在上面浏览 然后看一下 演出里面包含的元素 有哪些 对 谢谢你 那我自己的话 应该是会到现场 去观看演出 其实非常期待 因为我自己对移动 这个事情 也是很感兴趣 刚刚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 我想到一个点 就是大部分的移动 其实都是有一个目的地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移动的目标 就是不要再移动 就要可能 希望到一个地方 他就可以就此 在那边停下来 但是刚刚又聊到 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以及跟过去 我们看客家人的移动背景 这一段的时候 我有想到 我们去看客家人的移动背景 其实是用一个 很回溯性的眼光去看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终点 至少是 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终点 然后我们再去讲 讲述这段移动历史 但是对于现在 正在移动的人来说 他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它是一个 无尽的一场旅程 其实是一个 很可怕的事情 像我们过去 在旅行的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 几月几号 我们要出发 几月就要回来 虽然我本身很讨厌 旅行的长短 被买机票的时间给定义 但是事实上 这个也是 我们定义旅程的一个方式 我们用一个头位 把时间切分出来 然后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旅程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 旅程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 这个叫旅程嘛 就是这个已经 你已经不知道 这个叫做 你生活的一部分 还是 还是什么 当移动成为 很多人的日常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移动就已经 解释了他们的一生 我觉得对我来说 移动的魅力来自于 就是它可以 一个概念下 可以包含好多不同的面向 你可以用 各种角度去 研究移动这个事情 所以就为什么 你也觉得移动这个事情 好像永远都 看不完 讲不完 对 没错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让 就是各个不同国家的 创作者 艺术家 大家起居一场 用自己的方式 去讲移动这件事情 欢迎观众 带着自己的故事 来跟我们相遇 好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在两庭院相见 谢谢大家收听 解锁地球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